你好 欢迎收看8月2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林县举行了110学年度第一学期国中小校长的会议 因应疫情会议除了落实防疫措施 设置隔板也强化校长们的数位能力 安排线上试导课程 即使停课不停学 依然能够透过线上行政领导 140年花林县国民中小学校长会议 20号上午在吉安国小国民中心召开 现在写最表示在停课不停学的期间 各校采取线上教学 校长虽然无法采取传统方式寻堂试导 却不表示校长无法参与 但可以登陆线上会议室 以线上寻堂的方式 不仅可以在不打扰老师的情况之下 线上观察师生上课状况 还能够借由各线上的公寄辅助 提供教师课堂观察与支援 我要谢谢我们的这个亲师生平台 我要谢谢教育中心 我们一群教育中心的所有的老师们 或者是这个同仁们 非常努力在把亲师生平台 加上各个的系统串接 让它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 在这里正位要拜托大家 好好地运用亲师生平台 亲师生平台里面有旁边 还有军医以及我们的浦克云 另外也有教育部的英才网 所以这些平台都可以把它拉进来用 在去年我们整个亲师生平台 其实使用的使用率上网率并不高 但是在今年1月1号开始 亲师生平台的使用率是挺高的 另外因应高中以下各级学校将在9月1号开学 欢迎政府教育处也在校长会议上公布 花点高中时以下各级公司的学校 还有幼儿园教职员工近8000人 疫苗施打率已经打到9成 8月24号将为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教师们施打疫苗 倘若开学之后 教师因个人医院等因素未能完成疫苗接种 就必须每周筛检 以确保校园的防疫安全 接着请不吝点赞